見不見到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一會兒就說為何來這裏吃 以及有什麼原因 當然要有個開場白 Satty Cup 大家好,我是Johnny 今天是我來到泰國第 116 日 我們下一個畫面見 OK,到達了,我們進去再說 Satty Cup Satty Cup 正式說完之前,我們先看了餐牌 因為我擠騰了一段時間 我位置都轉了三個位置 當然啦,希望有個最好的享受給大家 所以我們看完餐牌 再說什麼原因會來這裏 這集有一點特別 相當於是同類型的款式比較 但我會說一個原因 價錢其實我留意過 不是太貴,一樣都是吃怕有漢堡包 今天我應該會叫漢堡包吃的 為何會叫漢堡包 又是一會兒解釋 我希望我記得 我要解釋的內容 因為 今天有很多東西要講解一下 今天的隱形 我們的隱形變成在後面 嘩 嗯 我現在坐了這間店最當眼的位置 原本是窗邊位置 但那裏前和後都會有女生聊天 我不想令到他們入鏡 令到別人吃東西不太舒服 所以坐了現在一個另外的位置 讓大家看看 因為我一邊講一邊 其實也有點難認真 想到今天我們吃東西 那我們夜食畫面見 我們下單了 我其實有點擔心會不會背光 希望不要背光 先說說引言 為何來這間店鋪呢 大家是否看見這個菜單 其實有點像這個AMR 所以我有點好奇 究竟他們是否同類競爭 還是其實是子母公司 我也不知道 再加上上次那條影片 星軌和畫面不適合 我心裡有少許的隱憂 我就不喜歡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想再來這裏吃 其實我吃這間店鋪之前 我看過幾間店鋪 我有想過今天我們去吃 真的吃扒 或者真的吃漢堡包 但漢堡包 我之前說過 記得我有一部影片說 我去過那個地方兩次兩次都爆了 今天因為禮拜六 其實我拍片是禮拜六 我怕我千辛萬虎過去的時候 為何謂千辛萬虎呢 那裏很糟糕 我要乘車乘兩三個站 然後一定要再走路 五到十分鐘 走路後 這個天氣我一定是濕透了 如果我濕透的時候 去到都沒有一個 比較方便我拍攝的位置 我怕我還是回頭 所以 漢堡包暫時那間店鋪還是不適合 所以 這麼多東西的機嫌口合之下 上次的星軌不適合 跟著又像這個EAT AMR 它亦都是近勝來紀念碑 那麼 這麼多東西加上 就令到我今天出現在這個位置 說說 觀眾的理論 一樣 現在我就想做少少的事 希望是將這間店鋪和EAT AMR 做少少的比較 希望看看我老海中的殘餘記憶 和這間店鋪去比 究竟這間店鋪又好嗎 你看上去 其實價錢不太貴 感覺上 價錢 什麼料 全部東西都很適合 進來這裏唯一一個特別的就是 大家都是在聖年紀念碑附近 這裏唯一可以看到有少少的街景 上次坐得很舒服 這裏都舒服 但這間就細間少少 暫時短暫的隱然 還有少少實地考察就來到這裏 真正到我們吃東西就見真相 希望這條影片不要再出問題 其實上次我拍了 我不知道為何 我懷疑是記憶卡的問題 搞到它讀我黨讀人 它損壞了 我不知道 變相 你見不見到我們現在拍片 我是用兩個器材拍的 少少的分享一下 所以那時候為何大家會聽到聲軌呢 就是因為我的聲頻檔傳到這邊 否則那次真是白吃 我希望大家兩款食物 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和交代 交代都給大家看 很重要 今天我剛才點了Burger 他說 OK 吃東西那裏不要再說 再說有少少過場過沉氣了 那我們食物的畫面再見 我現在又一次轉位了 都不好意思 我轉了至少四五次位置 這次真的有個窗位置讓大家看到 好 OK 剛剛有一個少少突醒 為了這條片不要再出醋 所以我都會非常謹慎 因為我不想今天 我吃明天所有東西 我改完所有東西 最後回到去 又是好像上次一樣 包呢 都蠻漂亮的 但是我怕它會散 不知道牙齒不夠大 我先插一插 我等它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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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不要等一會 我講一講話的時候它會解剔了 這個就是我們家的 薯蓉 應該就是薯蓉來的了 看看 OK 一樣有少少的沙律 包呢 我就是點了這個豬扒包 拿上手 你看到都幾大份 那我就不再宣勤了 因為我放了少許距離 已經設定了最美的位置 讓觀眾來看 它的大部分 這樣情況都OK 肉來說 肉眼看 有個厚度 芝士 菜方面都有少少少的 成衣 有少少的 醃了的 黃瓜 應該是黃瓜 因為呢 今天第一餐 所以我應該可以吃到多少少東西 而且都比較硬 OK 先吃少少前菜 等我先握一下 香奶又味 還有呢 軟軟軟軟 OK 我看上去應該是加10匹 這個 這裡沒有寫 但我感覺上 我在Facebook專頁看到它 好像就加10匹 如果這些額外配料真的加10匹 其實也挺值得吃的 少少熱身了 我們現在先試它的麵包 有些少期望 因為呢 先不說它不是AAM 線 但是呢 它這麼多樣東西 令到我也有少少期望 切下去 動作呢 我大一點是正常的 因為呢 我叫了豬 不是牛 所以有少少的 煙韌 你看到我用少少力切下去 感覺上呢 切到裡面呢 OK 不是太差 醬汁的部分呢 就這邊 我真的要放近櫃 醬汁的部分就這邊 那肉的裏頭 OK 試一試它 吸一吸 咦 如果呢 以它的豬肉扒來說呢 它感覺就沒有上次那麼像肉餅 沒有那麼容易散的感覺 上次我切下去 AAMR的肉餅 那個豬扒是像肉餅的感覺 那可能因為 部位不同 而且呢 你看得出它的 口度是厚過上次的 再加上少少的 甜汁 是不是燒汁呢 讓我試一試一點點 想不到呢 它還有另一份呢 我們的桌子超誇張 兩大碟東西 變成了 那你等我一會兒 它散了呢 最好看了 它現在呢 看上去都有點像肉餅的 但是呢 它有口度 還有呢 它的肉紮實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鬆散 我切下去的感覺 感覺到的 那這裏有少少 肉上面的分別 我看得到 嗯 暫時呢 而那個豬扒 那個口感來說 我覺得它是 對我來說 好多上次 我在AAMR吃的那一塊豬扒 因為說 其實我不是特意叫豬扒 我的類型呢 叫了一個Burger 其實我潛意識下 我覺得呢 那個豬扒的感覺 會比普通的豬扒 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又不是會吃下去 和上次那邊比較呢 這邊好一點 那我們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立刻另一樣 我上次吃過它的多屎 在AAMR那邊 就覺得它的多屎好吃 但是感覺上 這邊呢 它就厚一點點 但是 看上去好像有一點點分別 刺下去 就硬一點點 只是厚多屎 或者包類不同 它的咬感呢 就多一點 但是香口程度 真的不夠AAMR 因為我刺下去的時候 很明顯感覺到它的分別 還有一件事 是AAMR那邊贏了 至於這個 同樣也是加10匹 我覺得這些應該不會有太大分別 但是也要試一試它 那裡頭呢 它就不是給你炸的粒粒 是給你脆皮豬的皮 那吃下去呢 算不算雞丹女骨頭 它那個薯仔皮 可能薯仔的品種老一點點 對 我吃得出沒有那麼嫩身感覺 再吃一口 但我希望觀眾不要介意 因為我想盡量評估仔細 讓你都感受自身於其中 覺得這間店鋪 是值不值得 如果你過得來吃 你紀念碑這邊會吃呢 那現在先試一下 加了一些忌廉 一起去試 忌廉和奶油 應該是奶油來的 OK 整體來說都OK 只是老了一點點 有一點點老 我吃得出 就到主菜部分 我們現在就點了一個 都是豬扒 但你看得出 跟我們上次AAMR那邊 有一點點分別 我希望它 會不錯的表現 蘑菇汁 不錯 感覺上這塊 都挺大塊 它是 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 A比你的地方都有比 有一點肥肉 有一點肉的部分 感覺上是OK的 而且價錢200匹 所以跟我在AAMR那邊吃的扒 一樣 上次我吃的扒 偏是KFC雞 和肉餅 這樣 看看這邊會怎樣 為了不想撞到口味 所以我剛才叫另外一款 一樣切要用少許的力 但不是大問題 切得大塊 但放不到這麼大塊 我們都是細快一點 想畫面更漂亮 讓大家看到 這裏有些肉 跟著看前面 這個位置有少許的肥膏 那些肥膏 不是說過濃 應該都放到厚度 其實本人很不喜歡吃肥膏 但如果肥膏是五花腩 或者是烤肉燒肉 這樣均勻 和不是太多 不是太膩 我都能吃到 OK 沒有我想像中 這麼硬 它是有些肌肉的感覺 你吃得出有些肌肉的感覺 再加上 它超越了我腦海想像中的銀身 原本我打算咬下去 都要多吃幾口才吞到 偏軟 想不到 又有少許加分位 嘩 如果以這塊扒來講 只要以這塊扒來講 再加上 我上次在AABAR那邊吃的食物 我比較推介這間 嘩 這個扒不錯 不論是這個扒 或者是這個 在BURGER裏面的豬扒肉 嘩 我都覺得很好 只有這個皮 有少許粗 還有這個多士 就 沒有我 不太適合我口味 我想吃它的軟身一點 香口一點 這個就是偏向令你 吃上的飽足更多 它是吃得出有種汁的感覺 再加上它配的醬汁 不會太遮蓋到肉的味道 它變相有醬汁的味道 有原本肉的香味 醃料味道 嘩 我覺得是不錯的 其實我本身期望 可能它不夠AMR 好味 但是吃吃吃 說主食 主食我覺得它是會好一點 除非上次我選的餐 不是太好 嘩 握這塊扒 我 真的會來一回 我覺得不錯 很好吃 很好吃 還有 可能因為有窗邊 窗景的家庭之下 令到我覺得這裡更放鬆 和優雅 以我這塊的豬扒 戰虎扒 來比 我給它一個名字 戰虎扒來比 它的肉感不會太柴 而且每個蛋 我都吃得出一種滑身的感覺 因為它夾雜著豬的高狀位置 但不會太多 感覺上真的 嘩 這塊扒 都令到我 信心回來了 來之前我有點猶豫 吃了這麼久 另外我們不要懶惰這個 Burger Burger 我都蠻推的 除了這個包皮 就不太特別 只是普普通通 大家會看到的包皮 但是 它裡頭的豬扒 都是 舊厚 所以 不過 和這個相比 我喜歡這份多點 這份好吃很多 看看你那天的口味 你想吃Burger 這個還是蟻式 這個的豬扒 任君轉贈 這集就到了尾聲 兩份我都覺得不錯 但如果沒有出現這個扒 這個Burger 就完勝 有了這個扒 當然這個扒第一位 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 希望觀眾的你 看我的影片看得開心 如果某一天 真的來到勝利幾年碑的時候 又想不到吃什麼 不妨在這間店鋪吃 我都蠻喜歡這塊牌 我是Johnny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還是SHARE 還有打開你的小鈴鐺 支持我給我一個comment 亦都可以的 約定你下部影片 再見